慈禧简装向西逃难,连玉林军都没有带,为何上千里路却毫发无损,带着,八国联军侵华期间,慈禧曾有逃出北京城的举动,但是在逃亡过程中,他实际上一点架子也没丢,甚至回来,的时候还弄得跟凯旋归来一般。 玉林军带不带可没关系,可这位主一路念叨,的确是他那一百个厨子竟然没带着啊,实在是让人愤慨。 当时慈禧秘密出逃,一路上,还在想着,怎么在宫外维持他的贵妇生活,而死了真妃丢了紫禁城的光绪帝,已经是愣了,已经成了半个傻子,慈禧之所以能够毫发无损,原因就是他忍辱打扮成了一个乡野村妇。 在逃亡之前,他还装模作样的说,要跳河迅国一帮大臣,赶忙将老佛爷拦下来,劝他不能死。 这时候的京城已经乱成了一锅粥,谁还管一个在里面抱头鼠窜的老妇人,是谁呢? 慈禧和光绪溜出了京城,八国联军就很难找到他们的踪迹了慈禧的护驾团队少说也有一千人。 不仅仅有王公大臣还有亲信的宫女太监,当然还有一部分护卫的八席士兵,刚刚走出京城的慈禧还是比较后怕的。 恰好这个时候,直立提督马玉坤,出现了他带着一千兵马,保护慈禧和光绪的周全。 慈禧十分感动回到北京之后,还大大奖赏了马玉坤一番。 想要借机拍马屁的官员,不只有马玉坤一个在慈禧到了甘肃的时候,甘肃不正时也带了两千兵马前来护驾。 慈禧的护驾团队一下子达到了四千人,即便是碰上了土匪也没有什么好怕的。 有了如此庞大的护驾团队,慈禧,刚从京城逃出来的那种稀稀爱爱的情绪,马上就灰飞烟灭。 逃亡团队到越来越像是皇家旅游团,美美到了一处地方,还需当地官员们带着百姓家到香营张灯结彩,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尊贵身份。 看到官员们还是一心忠于朝廷的慈禧,也算是放了心每到一处都要派太监提前去打颠,视察各地的准备工作,是不是做得充分。 待在官员富商之中提前集资,一下功劳佛爷在当地的用度,就单单是陕西巡抚,为了给慈禧修一座行宫,就花了二十九万两白银桃南桃德里直去挣的。 真的不服这个老妖婆,都不行慈禧逃的是仓狂狼狈选了一条最短的路线赶往西安,可回来的时候就又硬起起来了兜了一个大圈子,一直饶了三个月才到达北京,完全将这一路当作了收纳地方贿赂的好手段。 等到了北京的时候,慈禧身后带着整整三千辆车的特产财宝又喊,了一大批军队官员前来接驾像打了圣仗一样着实可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